谁是怎样 我 学长 我们俩都 连周五把了 飞飞 你这牌没问题 你查 你要查出来有问题啊 我跟二峰似吻 二峰 来 牙都咬脆了 好 好 好 你看 这牌就是普通的牌吧 赶紧的按国王说的办 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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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刚才 刚才围着泰迪学长跳舞 泰迪学长背我 我没有 公主抱的 二峰说的什么贴气抱 我真抱不了 初夏 你不行就喝酒啊 孟初夏喝多 那叫一个奔放游戏 那才叫好玩 酒马上满上满上酒 来来来来 各位大侠宅心仁厚 放小女子一满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酒量 我来替初夏喝吧 学长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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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继续继续 来来来来来来 拍给你拍给你拍给 泰迪学长真的好久了啊 喝完面不改是醒不调的 哎呀光上这个没意思 好 来来来来来 我们玩个新游戏吧 刚才那个太无聊了 好啊 嗯 好我们玩真心话 被点到的那个人呢 要回答国王三个问题 老实回答哦 嗯 好 我是国王 嗯 二号 谁是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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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如果今天彩票行 没有灌门的话 我一定要去买 哈哈 丁丁姐 你问吧 不用那么客气 你就跟他们一样 叫我飞飞就行了 好了 那我开始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了 派对学长 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 说实话 我还真的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 那我就用两个问题 来引导一下你吧 嗯 如果有一个姑娘 年龄大概二十七八岁 长相清秀 家境一般 父母身体还不是特别好 关键吧 在事业上也挺没有建筑的 还面临到失业的边缘 但是人品挂挂地 你觉得这样的姑娘你能接受吗 哎 你也太饭了 有些人不要自己对号入座 哈哈哈 不是我不是我 不是我 我觉得挺好的 外部的环境呢 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 但是人格的高贵 是最难的 那第三个问题 除了上述条件以外 如果这个姑娘还带着一个 正要步入青春期的儿子 你觉得你能接受吗 不是 没问题啊 那至少证明了她很独立 你接一下 好了好了 喝酒吧喝酒吧大家 喝酒吧酒吧酒吧 陈叔叔的日常改变 明天就要回瑞士 他希望今晚就跟你碰面 怎么这么突然 就算让你马上飞瑞士 你也得去啊 他对你们网站未来的发展有多重要 你比我清楚 这件事情 还要感谢你帮我介绍了 客气话以后再说 我已经带着你的车和助力在路上了 我们在哪儿碰面 那我们就在楼下吧 好一会儿见 团购券为什么不能用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们跟那个团购网站的合作已经停止了 可是如果你停止了干嘛还在网上 卖这个团购券呢 那你得去问网站 但我们在门口已经有告示 相信几位进来的时候 应该可以看得到 一群人说这话往里走 谁会看见你们的告示啊 菲菲啊算了吧我来接 若南 你怎么也这样 学着初夏满口算了算了的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跟他们理论清楚 菲菲 菲菲 不好意思啊 我有点事情要马上走 单呢就我来买了 就当是玉珠初夏求之胜功 我等会儿给你出去刷看 学长 这样不合适 要不 我们还是A吧 对啊 A是A质吧 你们也听我们 电话联系啊 拜拜 对 又要办上了 难道想让人觉得你对这次会面不重视吗 赶紧换衣服吧 我的灰姑娘 不是你先闹我的 你好 这是你们要的发票 嗯 还有就是那个关于团幕卷的事 我们非常的抱歉 所以呢 经理呢特意送给各位一份甜点礼盒 谢谢 哦 嗯 二宝 给我 泰迪学长应该还没走远 他一上班足够挺不容易的 匆匆忙忙听我买这么大一袋 我把这给他送过去 当早餐可以当好几天呢 好 快去吧 来 我先去啊 在楼下等你们啊 快点啊 走吧 菲菲 菇 如果可以做什么咬咬咬了 vitesse 都可以做什么咬咬咬咬盘 按照 如果 stim就能就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你来说 这也许就是一条马路 可是对我来说 这就是一条隐形的线 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 线的那一边 每个人都过着正常的 金光闪闪的生活 他们会谈恋爱 会拥有一份甜蜜的爱情 可是现在这一片 就只有我一个人 只有努力生活 和正好梦想这两件事情而已 爱情 对我来说远的要命 所以 我从来没有想过 把任何一个人当成什么目标 因为我知道 这中间的距离有多遥远 不过 泰迪学长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愿意跟他做朋友 也不会因为某些人 说了些什么话 而放弃这段友情 沈总 应该听明白了吧 我也在这一遍 什么 希望你今天的话 不是在骗我 啦 Layla 吃了吗 特别好吃 打abel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痴 什么时候 太极血氧的事情啊 难道你就没有 有什么想法 我课面抄完了 回屋了啊 这孩子 比你上到多了 你干嘛非把这电脑 摆到客厅来干嘛 便于监督 你看你们这些家长 绝对属于自欺欺人 他想跟谁联系 不知道用手机嘛 你难道还能给他收来 现在你们这帮家长 不都怕孩子出点事 个个都配个手提 逼急了 我还真给他没收了 我不给你聊梦想的话题 好吗 初夏 你的机会来了 天上雕像个网了 你是不是又想提 太极血糖的事 菲菲 你这么大气一人 难道也不相信 男女之间有纯洁的友谊吗 有 二鹏虽然他对于我 是有点点贼心不改 但是他对于你们 绝对属于纯洁的友谊 但是你跟李泰迪 绝对不能做这种 纯洁的友谊关系 虽然说泰迪学长 现在突然变成了一个CEO 但也是一个喜游参半的消息 你们两个人呢 虽然说从这个客观的问题上来看呢 是要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小小的距离 其实呢你们还可以 哎呦 菲菲 我知道你特别希望能有个男人来照顾我 就好像我也希望你能够尽快地找到你的另一般苹果 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可是做朋友可以天下大头 一旦牵扯到男人女人 婚姻爱情 这个世界 就会被无形地切割成一个个截然不同的小国家 先不说 我对泰迪学长真没那个意思 就拎出这赤裸裸的现实来说 我觉得我跟他合适吗 奶奶呀 现在谁还这么想问题呀 现在一个个女孩 可都等着见证奇迹的时刻呢 今天还真有个人 跟我的理论差不多 不过 对我点误会 谁呀 总之 我现在是背负着我自己跟梦想的双份人生 没有时间做白日猫 而且 那个人他不就找了一个不同世界的人吗 结果怎么样 前车之鉴 我可不想再重蹈复成 你不是去外地出差了吗 其实我出差的地方就在郊区 这是我特意给你安排的惊喜 喜欢我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的感觉吗 喜欢 干嘛 不许偷看啊 我给你买了一个礼物 真的吗 我可以睁开眼睛了吗 可以了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的名片 我们公司呢虽然说在业内不算是什么规模很大的公司 但是在业内的口碑还是不错的 如果李总你将来有什么需要 我们愿意提供最满意的服务和产品 原来是拉客户了 没关系 我特别乐意在你的业绩脚上画重重的 生意归生意 我可真不希望你在我工作上 对于我有什么特别的照顾 明白 坐 好 那我就言归正传了 我再说我的第二件事 你为什么要向我们隐瞒 你自己是CEO的身份 难道是想考验出下吗 我没有隐瞒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们 你是太旗网的大老板 这种话直接跟朋友说都不好意思 搞得跟炫耀水 再说了 我只是没有刻意提起过 别人问我的时候我也是实话实讲话 我也是做IT的 而且掌握整个公司的脉络 二鹏 虽然说职业不分贵贱吧 但是你做个网管也能算掌握公司脉络吗 网管怎么了 我这儿错了事全公司都上不了网 我的位置也算是举足轻重好不好 没错没错 我的职位跟你差不多 我在公司也是掌管脉络的 二鹏 看你把这么优质的学长带着说话 也跟你一样不着调了 喝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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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可能我们下意识地把你归到了 小打工仔的行业里 对不起对不起 你知道吗 刚才我一路来的时候还一直在想 会不会是一个贵公子扮成平民 去寻找真爱的画面 看来以后我得少看韩剧了 那这一件事情翻篇 我是想问 你觉得初夏怎么样 她 很好 跟大学的时候一样好 你们俩在大学的时候 失质交臂真的挺可惜的 是我不好 那个时候是刚毕业 要面向社会的时候 我那么突兀的表白 肯定给了初夏很大的压力 现在想想 如果那个时候我可以再等一等 等初夏对我有了特别的感情 我在对她表明心机的话 也许一切都不一样 生活最大的魅力 就是在于给予我们无限的机会 不是吗 初夏不会像你们一样 以为我在隐瞒吗 这 我就说不好了 可能你得自己去问她 陈安 要不你先到我发给你的地址这里来找我吧 反正离审视也不远 学长 怎么突然来了 飞飞说 你们刚知道了我职位的事情 都以为我是故意隐瞒的 所以 我想了先一道歉 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呢 这有什么好道歉的呀 而且 你不是跟我说了好几次了吗 上班的时候没人欺负你 下班早也没人管你 其实 如果我多问你几句的话 你也就跟我说了不是吗 你真的一点都不生气 当然 一点都不生气 我倒真希望 你会给我闹点小屁气 我 在家干什么的 怎么绳子都到头上呢 行 行 我打扫卫生的 不小心弄上去的 没事 我帮你 你果然在骗我 沈总 谁骗你了 我吗 地址 你给我的地址不对 完全都不对 那你怎么找过来 我闻着味道来得不行吗 孟小姐 我想请问你家公子可好了 太爹你还不知道吗 孟小姐她有一个 你也认识初夏的儿子呀 怎么样 长得帅不帅 把咱们两个都比下去 好的 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安排下面的人 去落实 泰迪啊 我们虽然不是那种 天天混在一起的兄弟 可我对你也有一定的了解 当你面对女人的时候 你的智商往往不及小学生 在美国那些知道了 你的身家地位 就拼命往上扑的女孩 比比皆是 每回你都不懂怎么招架 只会一味地躲 他人的闲事我向来不感兴趣 可正因为你是这种性格 所以 有些话我不得不说得清楚一些 孟初夏自己带个孩子 似乎很惹人同情 可是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 你听我一句忠告 最好离他越远越好 为什么会这么说 其实呢 我跟他的接触不多 不巧的是 每次我都看到他 抢别人的男人 而且对象都不一样 不可能 肯定是误会 我亲眼所见 那你看到的 也一定只是片段 初夏因为家里的原因 从小就很害怕跟别人吵架 就算是被误会了 他也没有能力 用辩诀去为自己澄清 我相信他每次都会说是误会吧 只是因为他说不清楚 所以听起来没有力度 不过有一点你说得对 女人这个话题对我来说 真的是很高深 很头疼 所以在别人看来 我这个外表看上去 很光鲜优秀的我 这么多年却还是一个人 不过虽然我不太了解女人 但有一点我很清楚 那就是初夏很特别 这么多年了 有一件事情 一直在我梦里出现 昨天刘教授又在课堂上发飙了 因我们班同学在上课 达到的时候 竟然用手机免提达到 小姨 小姨 梦想 怎么哭了呀梦想 跟同学打架了吗 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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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 听着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妈妈 小姨 小姨 不是小姨 是妈妈 从现在开始 小姨就是妈妈 我 妈妈 乖 乖 那时候我就想 初夏的肩膀那么熟那么弱小 不应该由她一个人 撑起这么沉重的一片天 但是从那之后 她每天都是乐呵呵的 我都想她对我喊一喊泪 但是那一切 从来都没发生过 等等等等 你说那个孩子 她并不是初夏的 当然不是 从年龄上算也不对 梦想是初夏姐姐的孩子 所以你说初夏 去抢别人的男人 我是怎么都不会相信 初夏太喜欢 站在别人的角度 为别人着想了 怎么会做伤害别人的事情 你喜欢她 对吗 我们是朋友 这还要从朋友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启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的父亲 初夏和梦想同时入学 一个大学生一个小学生 学校都在城里面 所以初夏就主动提出来照顾梦想 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初夏就不让梦想再叫她小姨 而叫妈妈了 其实初夏她姐姐挺狠心的 她为了不让美国的老公生气 从来都不回来看孩子 偶尔也就打个电话 寄点生活费什么的 所以初夏对她姐姐的感情挺复杂的 平时也只叫那个人 从来不喊一声姐姐 你怎么突然对初夏的事情这么感兴趣了 泰迪是我的朋友 我发现她跟梦小姐走得很近 可说实话 梦小姐以前给我的感官实在不佳 你好像 对初夏特别有偏见呢 是不是因为 山地车水火树之类的事情 上次的事真的是个乌龙 初夏给客户送资料 然后就被客户的老婆当成了第三者 还是我在餐厅外面救的她呢 那后来 她在咖啡厅忘记带钱包那次呢 那对夫妇的女儿叫瑶瑶 是梦想的同学 所以 双方家长就害怕两个孩子走得太近 这才约出来 好好商量一下对策的 对了 还有上次 初夏把你西服弄脏的那次 那是因为她万恶的前男友 和初夏在一起的时候就劈腿 还利用梦想去做借口 扎那一个 其实 泰迪学长这次回来 我挺高兴的 你知道吗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初夏无意中得知 学校又给泰迪学长 一次出国深造的机会 之后不久 泰迪学长就向初夏表白了 当时 她的想法挺明显的 如果初夏答应她 她就放弃出国 可是后来 初夏还是拒绝了 还不许我多说什么 希望这次 他们会有所发展吧 OK 对不起 今天可以通知他们来 签入职合同了 对了 把面试资料拿给我看一下 第一层职位总裁也要过路啊 我要说话 那个 孟初夏没有被录取吗 孟 我对这个人有点印象 这次来面试的年轻人里 硕士和博士一大堆 咱们审视要吸纳的 必须是经营 她的学历不太达标 我绝对没有干涉 人力部门的工作 让孟初夏入职 可是总裁 这 我说过了 她是何小姐的朋友 喂 莫初夏小姐 您已经通过了面试 被我们公司录取了 真的 是的 我们录取了 请你明天早上八点整 准时到公司报到 带上您的有效证件 好吗 好 明天一定 准时报到 另外 莫小姐 我们公司 比薪是五千块钱一个月 外加提成 不知道这样你满意吗 满意 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 好的 那希望您明天早上准时报到 问一下 您是 哪一家公司啊 我们是审视集团 孟小姐 孟小姐 好好好 放心 明天一定准时报到 那好 那您记得明天早上八点 准时的公司报到 带上有效证件 好吗 谢谢 谢谢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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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取的就是不一样 带我太多的客气了 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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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初夏 是吗 你被审视录取了 哇 真的太好了 你等我一会儿啊 亲爱的 对不起啊 我可能特别姐妹聊会天 要不今天你先睡吧 没关系 我等着你 别老手 大家先停一下 我们部门新来的同事 孟初夏 大家好 以后工作当中 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还行多多指教 听人厉那边说 空降边总在清店 以后呢你就坐这个位子 今天第一天上班 先了解一下咱们公司的 各种部门的职责 有事呢就问艾米她们 好 欢迎欢迎 他凭什么 是吗 孟初夏 你出来一下 诶 单独教组 这女的跟总裁什么关系啊 总裁 那有什么特别的调子吗 哦对了 我得谢谢你 这次跟我去 我得谢谢你 对对对对对不起总裁 我经过了解 发现对你存在这些误会 不过抛开那些成见 你也看到了 你总是会莫名其妙 带给我一些令人不快的状况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连若南都说 你是在世界上 唯一一个能被我欺负的人 梦惊吓 让你进审时 完全是看在何小姐的面子上 但是鉴于以后 在同一桩大楼工作 为了避免旁人误会 以及再次被惊吓 我希望你能跟我保持 三米以上的距离 要是做不到 你的工作问题 我会再考虑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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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小姐 你怎么来了 家父的朋友 送了两张武具的票 你今天晚上没有工作吧 你是怎么知道我晚上的行程是空的 这是董事长安排的吧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那就算了 我跟你去 稍等一下 喂 轩哥哥 你在干嘛 正要跟何小姐去看舞剧 怎么了 哦 那我不打招你们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 沈哥哥 我 我好难过 我 沈哥哥 若南姐姐 你们怎么来了 佳颖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这电话里你也不说 我们正好过来看你 你们怎么还专门跑过来了 我 再不说我可要生气了 我叔叔还不好意思吗 我是因为看了一部 很伤心的电影 电影里的那个女孩子 从小就没有父母 虽然我跟爸妈住在一起 可是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想起来就觉得很伤心 你们不是在看舞剧吗 快去啊 我没事的 好吧 那你自己一会儿 洗洗脸吃点东西 这样吧 舞剧什么时候都可以看 不一定费得今天看 沈岸 咱们留下来 打电话见外卖 然后陪佳颖妹妹一起看一部喜剧电影 好不好 我无所谓 好棒哦 柳南姐姐你好可爱 不对 应该叫嫂子 谢谢嫂子 水波哥 嫂子人这么好 你是不是喜欢她呀 那个 佳颖她挺可爱的 是挺可爱的 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喝杯红酒 好啊 这这么好客人怎么这么少啊 这里是会原制的 我又闹笑话了 我在你面前 好像总是表现得没有那么好 你表现得已经很好了 但是有些话 我必须要说在前面 我是沈氏最年轻的总裁 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来说 一个稳定的家庭无疑会 令其给人的感觉更为可信可靠 所以我跟许多女士见面 目的是选择一位 沈氏集团的女主人 对未来的太太 我可以保证生活无忧 以礼相待 每天回家 并且绝不会有其他女人 但是 我没办法给她 所谓的爱情 我可以知道是为什么吗 李 你心里有别人了 我不再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了 我明白这个世界 为了爱情照常运转的道理